一步一脚印 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诚恨心是最厉害的恶业 最好的对峙方法就是培养忍辱心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起来 用来累积功德及智慧两种资粮 尽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众生 而且永不满足 不断地精进累积两种资粮 才可以对峙世间的幻化 才可以了解空性与慈悲是合一无恶的 佛法的正道可由二方面来说 一是代表慈悲菩提心的善巧方法 另一是代表了悟空性的智慧 而二者之合一 使是阵法道 一定是阵法道 普罗蜜多不是以树木 大小或某种材质 可以衡量的东西 普罗蜜多的本质 就是空性的智慧 例如修布施 最主要是要去除我们对人、事 尤其物质的执着 如果我们能职于布施 或功德这种事 就不称为圆满 把智慧加上去之后 这种布施成为三轮体空 也才是圆满的布施 也就是无施者之我 无所施之对象 也无布施之事 首先我们应以菩提心 心觉的心来听闻开示 并将心集中于法上 不为烦恼 贪、撑、吃三毒、锁转 这点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因此从此生到来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你可以掌握 只除了一样 那就是对自心的观照了解 以及对菩提心运作的了解 戒律的要求不再是约束 反而是觉醒和自在的泉源 当你在做供养时 必须融入其中 你必须保持一种 诸佛 菩萨 传承上师 以及本尊就在你面前的觉观 不要当成例行公物 让供养变成一种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时候 我们都必须专注 谨慎 因为佛法的修行 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实践 身与意要永远从事正面的行为 而当我们做出正面行为时 身与意要一体行动 不要攻击别人的弱点 或做出令他人受苦的事情 佛教在教义上强调两件事 即正知与修行 佛教的正知 让我们了悟外在的现象 与我们最新的究竟本质 不管古代 一千年前或现代 究竟实相从没改变 转烦恼成菩提 转不静成清静 禅定或禅修 藏文的意思 是变为熟悉 或使他熟悉习惯 假如我们从不做禅修 我们的心便无法独立自主 长受妄念 以及各种习气烦恼影响 导致心神散乱 所以我们要把心 带离这些烦恼业障 并让他熟悉习惯于专一 修佛法最终目的 就是要打破 并克服精神与物质 清静与不静之间的繁离与障碍 使轮回与涅槃合一不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把外在深界与内在的精神修行合一 这样才算完整 在死亡时 最糟的敌人就是执着 贪欲 以及对人或事的依恋不舍 不管是朋友 家产 财富等等 记住 死亡只是身体与心事的分开 而心事或神事能继续作用 他的五蕴还在 仍可听闻 心 往往也是造业的工具 心事 心事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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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 灭尽的真实像 一个障碍是一针免疫苗 扎实好痛 过后受益无穷 一个障碍是一个梯子 爬实困难 到达楼顶后 海阔天空 赏心悦目 一个仇敌是一个考验 过程中 硬是心不甘 情不愿 过后 心里却一片柔软自在 躺能经历 并克服障碍之后 常会发现 心里某个阴暗的小角落 不知在何时 已被自动清除干净了 心里某个阴暗的小角落 心里某个阴暗的小角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而说 即使对我们周章 美事美物 有一种完全专注的决心 也就是一种定力 每分每秒的持续 专一不动性 不过 我觉得禅修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发展菩提心 对自己 对众生的慈悲心 如果能做好 传定的力量 就会自然跟着产生 如果以修心七要 的菩萨修行来说 当我们受苦或病痛时 要关 愿我能承担 所有众生的苦痛 愿他们的不幸 在我身上成熟 愿他们不再受夜暴折磨 当你的痛苦变为值得 对别人有用时 心里便会充满感激 而不再觉得自己很苦了 感谢观看 如果有足够的慈悲心与耐心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佛法就是分担病者的痛苦 只要一个人发心正确 发心够大 心的能量 也将随之成正比 因为它的能量 本就是无限的 是我们自己的业障 无名障碍了它 如果心完全清静 它的能量也必能发展到极致 在这种情形下 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原子虽小 结构改变后 却可释放出能量 引发强大爆炸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华印经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承扬佛陀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 中华印经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减硬的急救药品 盆栽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盆栽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冲荣应对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省60%照明用电 清洁滤网 可以再省10%冷气用电 等下个多点 就可以看更久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爸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爸爸 我爱你 你放过灰鱼 我爱你 我爱你 彩鱼 我爱你 我爱你 狗子啊,太晚起来的,恐怕就没有早餐可以吃了。 是啊,不像乌龟们都很悠闲呢。 说实在的,有时候我也蛮羡慕您的。 哪里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嘛,您说是不是啊。 乌龟和燕子夫妇只要一见面,一定会这么聊上两句话,来了解彼此的生活。 有一天,燕子夫妇看到在岸边上晒太阳的乌龟,一副很忧愁的样子,吓了一大跳,就马上飞过去,很关心的问说。 乌龟老弟啊,您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忧郁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替你想点法子啊。 是啊,只要是我们能帮忙的,我们一定尽力帮您的忙。 哎,真是谢谢二位的好意啦,只是这事儿恐怕有点难办啊。 哎呀,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了,您就别见外了,还是快说吧。 哎,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这几个月来,不知怎么的,连半滴雨水也没下,现在又是一个夏天,池子里的水蒸发得很快,我眼看着池水一天一天的减少,这个池底都露出来了。 没有水的日子,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呢?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最近,我们燕子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了,我和我老婆才刚刚在讨论想搬家的事呢。 这就是我烦恼的地方啊。 两位有翅膀可以飞去很遥远的地方,可是乌龟我啦,却只有四只脚可以慢慢地爬呀爬呀,这附近又没有别的水池。 只怕我在还没有爬到有水的地方之前,我就已经脱水而死了呢。 这,这的确是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啊。 嗯,要是我们可以带你飞过去就好了。 哎呀,有了,我想到一个方法了。 我们可以找一根树枝,我们两个各自咬住一端,让乌龟胸咬住中间。 然后,只要我们都不开口说话,不就可以把乌龟胸安全地带到有水的地方了吗? 三个人一听,都觉得那是一个行得通的好法子。 于是,燕子夫妻便找了一根树枝让乌龟咬着,并再三地告诉乌龟,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千万不可以开口。 乌龟也拼命地点头答应,于是,他们就一计起飞了。 第一次飞在空中的乌龟,很是兴奋,不停地左右张望,看着下面一座座变得好小好小的山,住着那一条细细的像头发一样的小河。 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半空中,当他们嗖嗖嗖地飞过一个小村庄的上空的时候,突然被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看到了。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奇景,就瞪大眼睛,很惊讶地望着天上的乌龟,大声地喊道。 乌龟听到地上孩子们的叫喊声,就低头向下仔细看,发觉竟然有一群小孩子正幸灾乐祸地对他指指点点,又叫又跳的。 乌龟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不由得升起气来,很大声地向下骂。 你们这些小毛头给我闭嘴,我这样又关你们什么事? 谁知道,当乌龟的嘴一张,突然就从高空中摔了下来,很重地跌在坚硬的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非常凄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